请大家取历,我们来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圣法兰西斯的导文 在上河之处博下你花树,在怀疑之处博下星星 在上河之处博下星星,在上河之处博下星星 上求被了解,中小了解人 上求爱,难求全身赴出爱 是我做美好片真指 在上河之处博下你花树,在上河之处博下你花树 在上河之处博下你花树 属虚,是我收回自己求 上求救振回,当求振回人 上求被了解,当求了解人 上求爱,还求全身赴主啊 祝我十多想为自己求 想求爱为胆求安慰人 想求未了解胆求了解人 想求爱 胆求全幸福求爱 祝我祝你和平子维 在世面时位我们也共盛灭 在书去时我们design所得 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母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 感谢你呼召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纷争的世界 战烂的世界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和平之子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引导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很高兴 有赵家琴牧师 再次来到武汉中 他是很多年前在我们升线毕业 一毕业 他很清楚神的呼召 你知道他去到哪里 去到中国的武汉 在那边传福音 透过在这个中心国际的一些事工 在那边做工程师 因为他原来是核能发电的一个工程师 是非常在技艺 是在美国是很好的一个职业 但是真的看到他放下 在美国的核能发电 技艺的工作 那就去到武汉 这个很低的一个待遇 但是他真的在那边就是带领团器 传福音 后来也在那边建立了家庭教会 到现在还是非常福兴的一个家庭教会 所以很感谢神 那他现在也把那边的教会 交办给我们在那边的中国的同工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那他现在来到美国 神也给他开别的工厂 所以感谢神 我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哈利路亚 我们欢迎张牧师 哈利路亚 感谢祝 感谢祝 哇 太奇妙 跟我们早上讲的一模一样的信息了 哈利路亚 院长讲对了 我在下面今天听院长上课 我就心里面很有感动 我这样的声音大语 很清楚 我今天在下面讲课 我心里面特别感动 因为今天院长讲的林修正学 讲的这个St. Francis Assisi 我在下面听呢 我以前很久以前 我2003年到现在快20年了 第一次到松州 我那时候还是工程师 我就来旁听 那时候旁听 不像你们现在都是全世界来读了 那旁听后来很奇妙 所以我就是有感动 所以今天呢 我就 我想我也不用说是 想要讲一篇 什么高严大志的道 我非常欣赏 非常烦闷 刚才最后听到的 Francis Assisi讲 就是说 我们传福音呢 就是把你的行为 传出来让别人看见 这就是最好的程度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今天不讲 我也不想讲什么高严大志 也用圣经经文来讲一遍 大家的下面一点 哎呀 讲得真好 我比较 那也很好 很好 感谢 但是我个人呢 可能目前的心情 特别是为了我们的 大家都是同学 先后同学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 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吗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我自己一路走过来 就是做一个见证吧 我想最好的就是一个见证 我自己那么多年 我觉得比较大家能够听得进去的 或者觉得可以有关系的就是见证 在见证中呢 我们来见证神的话 来见证神的大能 感谢主 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跟随他的脚踪行 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自己 我们现在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 要来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是谁 他就是耶稣基督 法班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 跟院长讲的這個 这个灵修世纪的第一课 二的神第一课 S. Francis和C.C. 不敏了 我自己就觉得 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神奇妙的作为 那么我刚才说了 我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喜欢一个见证 但是我中间也用了一些新闻 那么我就用下面的 这半小时的时间 可能会超过半小时 跟大家分享 首先这段经文你看了吗 面上刚才也讲的这段经文 感谢主 你们蒙昭源是如此 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筋起 感谢主 这个是我觉得 对我们这个门徒做门徒的 做传道人的 我们做传道人是干嘛 干什么呢 就是跟着耶稣走 对吧 跟着耶稣走 基督也为我们收回 今天大家已经看到了 Francis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把这句话记下来 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主题 我想分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寻求主的拆求 第二个立志尊主旨意习 第三个人是他在教教教习 我分这三个小主题 那么我同时也做一些我个人的建筑 祷告寻求主才能请 这个是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 这个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我们已经是要 要更深的装备我们 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能够对主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步 每一个人的光景可能不太 所以在这个地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寻求主的实力 然后要寻求主的产生 感谢主 这段主题呢 我有一段经文送给大家 就是罗马书的十章十四到十六节 我来念 让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 没有传道的 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终何等价位 只是人 没有都听从福音 那就是 保罗写这段经文 他的心情 他最后讲了一句 只是人 没有都听从福音 但是 没有出去 他讲的这个讲法 保罗的这个 这个修辞学的逻辑学 实在是 太别人佩服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罗马书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字句 这边有一个例子 他从几个段落 大家来看 未曾信他 怎么能求他呢 所以最终的关键是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他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一个光景 对吧 但是要达到那个光景呢 你必须要先信他 没有信他 你怎么能求他呢 但是你没有听到他 你怎么能信他呢 你看我们来看保罗 他讲的这个逻辑 所以你要听他 但是没有传道的 怎么能听见呢 我们没有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 出去传道 那些人怎么听得见呢 对吗 然后呢 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道的 哈利路 传道人不是说 自己拼得自己的 这个意志 拼得自己的血气 就可以出去传道 你可以 我们可以出去 去演讲 到处演讲 然后大家都很佩服 我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 对吧 这个可以 这个不需要 什么人拆钱 但是我们今天 传主的福音呢 我们真的需要 靠神来拆钱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拆钱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 走上传道的道路 这是我的一个 特别感受的一句话 也送给大家的思考 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 这个地方就 点出来了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求神拆钱 就好像 就好像说 祝我在这里 求你拆钱 这个地方是你要祷告的 你才能够 主才能拆钱 谁拆钱你 就主拆钱 然后呢 我们才能真的 出去拆钱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奇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能夹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鼓励 我们最大的鼓励 感谢主 那这边的一个关键就是说 我们要奉差遣钱 我那2003年 我一听到这个道 那时候我又没有奉差遣 我只是想听 我也要讲道 我也要上课 有位同学 我那时候一定是基督徒了 我是比较用心 用心想要研究 我那时候记得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看了我妈说 我也不懂 怎么去找 祝师师傅 我就花了三个月时间 就看了我妈说 看了你一遍 哎呀勉强懂了 大家懂了一点吧 有一个学长 现在他是务师 就是黄黄 黄师 对 他带我到 去见黄黄 我就非常尊敬 非常仰慕 我又来丰州旁听 我刚才说旁听 不像你们在座 都是缴了学费 我心想我不想 我要来干什么 我来先捧听一下 我来捧听 感谢主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声音 在我里面做工 我那时候还没有奉拆钱 我没有奉拆钱 我根本没想到 我是传犯人 我那时候在公司里面 我跟阿隆文言上讲了 我只是核电 我做核电 我算是核电还等一点 张老师你是核电专业的 这个乌克兰这个 能把全球都毁灭了 不会的 欧洲呢 欧洲都没了 这个完全是乱想 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说 事发再来双美 好 那个 这个 那个什么 哲联斯基 是吧 他完全是这个 我想他也不会懂核电 他完全是乱 但是在沃克兰的 那个北边的 那个吉隆坡 那个的确 在80年代发生了 一切二大 核电事故 这个是成事 好 这句话呢 我先怎么说呢 就是我那个 那个时候之后呢 那时候我刚刚信主 结果不久之后呢 我是在联盛里 很幸福 有一次 那时候还在一个学校 有一次牧师 有牧师讲到 讲到什么呢 讲到宣教 讲到就是 到中国去宣教 2003年 20年前 将近是20年前 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 那时候台下 也有两三百人 他讲的就是宣教 重点是中国 结果他讲完 宣教这个以后 放了一条歌 大家都知道哪一条歌 Herry知道哪一条歌 宣教中国 对 宣教中国 我第一次听那首歌 我在下面一听 我一听 我眼睛连锐了 然后等到 那个歌唱完了 那个刘牧学不懂 说你们谁有 谁有这个感动 要去做过宣教的 走到前面来 我就怎么走上去 我太太在旁边想要拉我 拉不住 我就是走上去 一面楼的那一面走上去 那真实就是这么 一面楼的那一面走上去 当场就是十几二十人走上去 刘牧师很有意思 他就为我们祷告 祷告完了 完了就完了 他也没有说 把你们名字记下来 你要来怎么样 没有 就完了 但是呢 圣灵的种子 保护心 没有 圣灵的种子 保护心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怎么样 我为什么引用这段经文 就是 奉拆遣遣 对了 奉拆遣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 我自己还不晓得 但是 我有感动了 圣灵就说 你出来 有一天你要去中国学校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不我自己 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 但是我心里面 有没有感动 那是百分之百的感动 真的是感动 我为什么到了后来 去中国学校 就是因为那一次 讲道 礼拜天的讲道 然后最后放了一条课 宣教 那个二十年前 那时候在美国 正开始 刚开始就是说 到中国去宣教 并且这个不光是 只是去中国宣教 而是从中国再往 东走 再去宣教 因为宣教的中国 不是说 你们去中国宣教 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 下面一句话 我跟大家分享 饥渴沐沐浴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的地图保证 我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 圣灵感动 我真的是 我刚才讲 我花了三个月 我信主以后 我自己一个人 就关了门 先读加勒泰书 加勒泰书比较好 读加勒泰书 我就不放马书 哎呀 罗马书真好 大家都知道 保罗的字句非常绕口 一个字句 搞了半天才 我才搞清楚 主词在哪里 动词在哪里 父词在哪里 然后这个父句在哪里 然后发组的意思才抓索 但是我那时候非常的 然后这句话我在这边讲 这个跟奉拆遣 跟圣灵的感动分不开 就是我们自己要 激感过来 然后我们要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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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呢 我公司要搬迁 要搬到东北去 我们本来在盛河西 加州 我毕业 一毕业 我从台湾到美国留学 后来读先读核子物理 核子物理 试验核子物理 然后又读核子工程 核子工程比较适应 后来我在加州大学 就是Berkeley 那时候读完了 读完了以后 这个公司 就是那个也是美国唯一 512 512搞核电的一个公司 就是通用电器公司 他的核能部在盛河西 所以他就到公司 到学校来 来来来 雇用学生 然后我去 我就去了 在这个时候呢 后来因为这样的缘故 后来一直在做核电 做了核电 我从最后离开公司 我做了三十年 从那时候开始 做了三十年 结果后来那个时候 是2003年 那时候也做了二十多年了 我还三十年 后来我要到东部去 我还记得王院长 王院长你还记得吗 王院长把我们父母带到 他的办公室说 你不要去 把工作程序 我给你讲决定 我那时候心里想 哎呀我又很为难 我太太这 我一看她 她也很为难 你说我们两个在这个硅谷 这么大家两个人在工作 你说我不做工了 我太太她能答应 她没办法答应 她也不好说 所以我那种痛苦啊 我在王院长的面前流泪啊 时候没有到 后来我说 哎呀我现在还做不到 王院长一看 好了你们走吧 没关系 后来我跟我妻子呢 就 走到东部去 因为我在公司里面的职务 还是比较高的 算是一个 都上级的一个干部 所以我就跟着公司 就搬到东部去 很多工程师 不搬 不搬的话 他们就留在了硅谷啊 这个地方太老了 他不想走 不想走 包人没脑筹过 工作也没有了 因为公司要搬嘛 你不搬 那就给他 所以我我跟公司一起看 心想 应该这个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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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班去以后 我心里面还是在想这个问题 我能够做一个 也就是 总教信号的 后来就 就怎么样 后来整天就跟这些 总裁总经理在一起 跟一些客人在一起 我跟他们打高尔夫球 我根本就不会高尔夫球 我还跟他们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那时候负责这个市场 负责整个的市场 市场的开发 模式 但我就觉得这不行了 这不是我想做的 我晚上在家里面 我们每个礼拜都差点办 我们逐日到一个美国的教会里面去 我那时候还是 还是就想 哎呀 我这个前面路怎么走 我说已经五十多岁了 各位 我信主很多 我可能比在座的几位同学人 年纪这么大 毕竟我是说 我信主的时候 比你们现在年纪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第二个行为大家分享 就是 愿赋于七章十七节 人若立志 尊着他的旨意 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 人凭着自己说 是求自己的荣耀 唯有求那拆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这个是主耶稣帝路尽子说 我后来明白这句话 其实只有主耶稣 自己配这一句话 配得上这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 人若立志 尊着他的旨意心 就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神 或者凭我自己说 人凭着自己说 是求自己的荣耀 唯有求那拆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们心里没有不义 我为什么选这段技能 我不是随便选 我那时候不是说 我那时候有点彷徨 每天上班就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做专业 我专业已经做到一个地步 继续往上升 就升到总裁 就帮我升到 我做这个负责整个公司的 这个核电股公司的这个 这个Marketing 对我来讲的话 对我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 在美国这种大公司 也算是做到头 那我的专业也到头了 我搞了两个发明 再用到这个公司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感谢主 我觉得我在后半生 我如果就这么下去 那很快就过去了 五十多岁了 没有多少年 到六十岁 你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我就是祷告 我刚才这边不是讲吗 祷告寻求主拆解 我那时候真的祷告 我说主啊 我说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快六十岁了 你如果要我做工的话 求你跟我说话 我真的是这样跟他祷告 求你跟我说话 结果我们神是非常信实 弟兄姐妹 我这是一个经验 你们如果心里面想 如果你有一点怀疑 或者是困惑 说我今天在这边干嘛 那你跟主祷告 你说主啊 求你明示我 你要我怎么走这条路 你要我在那边读神学 你为了什么 你要怎么样 以后要怎么样使用我 你告诉我 他没用你 你就跟神祷告 阿们 我当时就是这么祷告 结果很灵的事情发生了 我每天上班 我听了两个录音员 一个是江旧琴牧师的内在生活 一个是牛童牧师的约翰主义 那个时候是2004年 你知道牛牧师 他有录那个领修专线 他把他搞起来 变成是一个录音带 那时候还是用了小和这个 我每天上班就听了 因为从公司上班到 从家到公司要开始20多个工作 结果有一天 正在祷告 我正在寻求神的时候 我一天祷告了 我寻求神 我这个生活没意思 我每天就跟这些人在 不晓得做什么 在专业上也没有什么 继续有什么贡献 在位置上是蛮高的 在公司里面 大家可能有这种经验 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 位置还蛮高的 但是不晓得在那干什么 意义搞不清楚 对吧 就是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生命的意义 就在那个时候 我上车讨访 我结果有一天怎么样 有一天刘牧师讲 约翰回应 约翰回应那边 他就讲到第七章 他就讲这一段经文 人若立志尊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他怎么解释这段经文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 哎呀你要去读神学就去读啊 他就想了 哇 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 我一下子好像被打了一抗 我说我明白了 我让他告诉我奶奶 所以我说 我说这个工作没意思 他一直知道我想要去读神学 想要去服侍神 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们还是继续去读神学 我要去读神学 然后以后我还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对事 那这个呢 这个不是神直接告诉我说 哎 某某人 你去读国宣教 神没有这么跟我说 那个证明你只是读国章说 但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神是用这一段经文告诉你 通过这个我们的牧师 用这段经文告诉我 这段经文的主宰是什么呢 理智 听众姐妹 我们不要小看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志重不重要 还是很重要 还是不重要 就是你如果理智 你如果是真的他的直立心 你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 还是出于你自己 你如果是出于你自己 那你是求你自己的荣耀 但是如果是求他 拆他来着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故意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刘牧师那时候 也是这么一个感动 他怎么会冒出那一句话来 他不是对我讲的 他是对上千的人讲的 你又感动就去读神学了 但是就被我听到 就在那个场 在那个时间段被我听到 神就是跟我说话 就利用那一段经文 跟我说话 并且就是这一个 跟这个就是跟这个有关 因为是理智嘛 因为我要再找我的方向 因为我不是那么敏锐 神也没有直接跟我说话 神有时候会跟我太能说话 但是神从来没有那么直接的 那么那么清楚的 跟跟我说话 让我做什么 但是这一段经文 通过牧者 通过传道的人告诉我 那我明白了 所以我当时就下了决定 我说这个工作人不干了 我去继续读神学 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指引告诉我 所以这边我想给大家分享 另一个句话 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一路上 从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宣教的中国 到我一直在摸索 一直向神祷告 我又听到这一句话 一直都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真的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并且我们要去寻求神灵的感激 也就是寻求神的感激 感谢主 所以这个第二个送给大家的 就是立志尊主之一行 这个对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相信对在座每一个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读神学 对吧 我们已经进了神学院 交了钱 在那边读神学 这个比我当初去旁听 已经不晓得往前 多么的走在我前面了 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光景是什么 光景就是立志 你要祷告 祷告要求神灾情 第二个 你要立志 立志很重要 弟兄姐妹 立志真的很重要 尤其对我们弟兄们来讲 弟兄们有说 因为你是一个家的头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肯定可以做独立决定的 大多数 当然你的妻子 当然也要同意 才行 就好像我第一次 我做决定 我弟子不同意 那我没办法去度神灾 我还是去上班 对不对 但到时候到了 我妻子把工作拆 把妻子 她在那边有很好的工作 她后来为了我能够去那边 她把工作辞掉了 她整天在干嘛 她整天在家里 然后星期天 星期三去参加我们华人的一个餐厅 在我们家 然后星期前去教会 两年的时间 我们在公布两年的时间 她完全改变 神也改变她 神要改变你 我们做弟兄们 我们如果也一致坚定 求神的带领 神带领你 神也一定会带领你的妻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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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们不要 我们做弟兄们要刚强 我们是套 我们是套 我们如果一直老是 为了太太 什么都不做 那不是神的主意 神要兴起弟兄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跟着她的教程 感谢主 这样 后来我就去读神学了 我把工作辞掉 我们华家圈帮我 那我心里就坦然了 完全坦然 我觉得那是那两年 我在丰收读神学那两年 是我一生中到现在 在我服事之前的 可以说最愉快的时间 弟兄姐妹 你们现在 要好好享受这段时间 我不光是跟在座的 有好多弟兄 还有一位姐妹 我也是跟在网上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同学 你好好地享受这段时间 我到现在 我还会回想起来 我2004年到2006年 到2004到8年 这两年时间 在丰收读书是何等的享受 因为我 我一半的时间在读书 一半的时间 那时候我的牧师 就是我刚才讲的牧师 他很好 他给我一份工作 让我能够也进入这个情况 然后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苦衷 家庭有一点苦衷 我两边都是在 那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环绕下面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就是说都是一些同工 一些同学 都是神的话语 神的气氛 对我来讲那两天是我最幸福的两天 我不是说有传道不幸福 而是说会想那一段学习生活 非常辛苦 所以这个神的很奇妙 我还记得我当时答应了 我答应了我那个牧师 去他那边去做办公 就管理一些行政的事 我答应他没有到一个星期 那三天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用来找我 他说Frey你要不要回来 我们这个核电 我们现在需要人帮助 这个薪水比你以前 在上红级上班的时候还高 但是我台湾正在开始搞核电 核四 后来我说对不起 我也答应我的主人牧师 我也答应我牧师 一个月那个时候才一千多块钱 但是我如果回去上班的话 那一个月那就是两万块钱 美金 但是我已经答应了 我答应了 神的耐用 我想都没有想 我跟我太太都没提这个事情 我院长当然也不晓得这个事情 所以这就是说 神的蒙照是很真实的 你想逃一逃不掉 你逃掉你心里面不平安 你没有办法逃 你没有办法逃 所以到后来我就 那两年我在学校 太享受 两年读完了以后 我等不及 我就到中国去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 2008年春节红军到中国去 感谢主 我这段经文 那现在我在哪一个阶段呢 我现在在这个阶段 跟随他的交通席 感谢主 我勉强 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传道 2008年到中国 就在武汉建立教会 我们先去是做团庆 在我工作的单位做团庆 建立教会是以后 以后我离开了公司 又开始开船传教 又回去建立教会 那是在以前的 我在公司工作的团庆的基础上 团庆里面有30多人 在那个基础上 从公司的这个宿舍里面走出来 到外面去建立教会 家庭教会 感谢主 所以这不是什么了解的事情 但是我前面的路 还要走 我还要走 这个做团庆团人最好的就是说 这是一辈子的工作 没有退休 没有被fire 除非你自己fire 那时候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找你喝茶聊天 那个 这个 这个你要自己小心 你要自己小心 你如果自己谦卑谨慎 你知道你为什么工作 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工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尽量地逼留 那就是耶稣讲的 要顺服如此 要灵强如此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当我们 很多人说你被喝茶 被停 我的经验 就是说 他不小心 他能带到 你小心一点 没有人会找你 因为不是那种大事情 不是那种大事情 你要小心 就是这样 所以感谢主 我出入 我出入 很多很多次 有时候也跟王爷在一起 有时候跟别人在一起 为什么 第一个神的保守 第二个 我们自己要相信 要低调 要谦卑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要传主意 另外第二个 就是说 第二个 就是你不要被人家造麻烦 你不要给他造成造麻烦的机会 我想懂得我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 我还是在走这条路 我现在跟大家一起在走这条路 这就是跟随他的角度 所以我今天听了 我们要讲这个 Francisa Cicco的感觉 今天很有得找 弟兄姐妹 你不要看我年纪好像比较大了 我每一天都还在 我也不是 我不是自己说是 好像也可能来自夸 怎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天来寻求 寻求更好的神的教导跟带领 我很感谢今天 今天听到了什么 听到了 这是另外一个境界 这是另外一个境界 什么境界呢 我不想你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感受 就是 就是Francisa Cicco的境界 就是Mounte Teresa的境界 是什么呢 我想在天主教里面 他们这个 他们条件比较 在天主教里面这个条件 外在环境比较差 什么意思呢 为主生活 为主悲弃实际下 这一点 这是我今天一个更 我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惠 下一个个个怎么走 你愿不愿意更多的 为主悲弃实际下 我自己从2006年 我就没有做工了 我就没有收入 我妻子入她的一份收入 就维持我们家 维持我的女儿上大学 一直到今天 我以后就没有收入了 我难不难过 我不难过 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想到 哎呦 我还要在维持这一份高的上万的 每个月上万里金的收入 一年几十万的收入 那这条路很难走下去 阿们 很难走下去 这就是今天 今天所讲的 今天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 这个还不够 这个下一步 下一步 我今天的感动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再会主受苦啊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怎么样能够再会主受苦 然后我们的境界才能够继续提高 才能继续提高 这个路会走得越来越宽广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在看世界的事情 现在是看神要给你什么事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句话 因为我想我的世界已经过了 这两句话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bonus 本来我不想讲这两句话 但是我觉得我要讲这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说 据说耶稣对门徒说 若要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哈利路人 我今天有更深 我说实话 我今天我到这边听 我再一次听到 Francis Assisi讲 我对这句话有更深的感受 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 但是我有更深的感受 我信徒二十年 我出去传福音 一个十几年 我现在回来以后 我刚刚又接了一个教会 做牧者 以前我扶持过的教会 他们上个月 又邀请我回去做牧师 我现在又回去 我以前教过牧师 那前面路怎么走 这句话我今天特别感受深刻 这句话很难 我们都看了 这句话读了很多次了 我们觉得这句话 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今天 我跟大家讲 这句话真的是真实 真实 又舍紧背其他的十字架来跟随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为了要跟随主的一些 事上的一些难所 一些逼迫 这些就是我们的十字架 对不对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不要管这些十字架 感谢主 耶稣基督背十字架 被钉死十字架 我们背十字架 我们大概不会被钉死 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总会有睡的那一天 在我们睡之前 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 这个生命能够发出最大的波 来荣耀神 你还有 你还求神 你没有什么 那么第二句话就是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伤掉虚命 凡为我伤掉生命的 必伤掉虚命 这句话 这句话很严肃的 我本来不想把这句话打出来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打出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你未来要我们自己的生命 未来要 还是整天这个 想到这个赚钱的事情 想到自己的这个 好像钱还没赚够 好像这个享受还没享受够 好像这样的那样的还在想 到了后来 在属灵生命上 没有得着 没有得着 就是 丧命的生命 就失去这个属灵的生命 甚至于这个肉体的生命 你都活得不好 但是呢 为了神 为了耶稣基督 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 为了耶稣基督 是好像Francis Sassisi这样的 不在乎自己在世上的 这样的一个困惑 甚至于生命的 四十五岁就去世 但是他不得到 荣耀的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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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感谢主 亲爱的主啊 感谢赞美主 主啊 主啊 真的是感恩 今天跟在座的弟兄姐妹 还有在网上弟兄姐妹一起 来分享我个人的建筑 主啊 我不可以做什么 高研大师的讲道 但是主啊 我今天做一个自我的建筑 主啊 主啊 感谢你的恩典 带领我这些年 求主你继续带领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主啊 也求主你特别带领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他能的道路 哈利六年 主啊 我孩子虽然在记得 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 我还是个工程师 我并没有说想到要做传道 我也没有想到要去宣教 我也没有想到要放下我的工作 主啊 但是 你知道 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主啊 你替我安排了前面的道路 哈利路 主啊 我就跟随你 主啊 主啊 感谢你 赞你 主啊 也求你向我们的弟兄说话 哈利路 向我们的弟兄说话 让他们更好 更清楚地看见他们前面的道路 坚定他们的信心 走这一条荣耀的 侍奉你的道路 谢谢亲爱的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 就是 帮我们亲爱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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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吧 我们一同用几分钟 一同起立 神感动我们 你用简短的祷告 回应神今天对你的感动 或者呼召 我们就请几位有感动的 简短的带我们祷告 哈利路呀 天天父神 我们感谢你 阿们 能够在今天能够听到赵牧师的这样一个分享 是吧 他在一个人生这样一个工作 一个高端的时候 主啊 他放下自己的工作 阿们 他听同主理的吩咐 主啊 让他能够来到神学院装备 能够去服侍那些需要服侍的人 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 主啊 希望赵牧师的这样的分享 也能够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位同学 阿们 放下自我 主啊 定音在主耶稣的身上 主啊 成为神所合用的器女 阿们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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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父啊 感谢你 然后王阳转 传你宝贝的话 你让我们 这个明白 虽然被你拣选 但是因为老我的脱累 离你的距离 还这么的远 离你的 圣徒的距离 还这么的远 祈求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把老我 除掉 同样 牧师的分享 也让我们感受到 既然你拣选 我们到这里 对我们就有计划 祈求你 祈求你 圣灵 来滋润我们 让我们的灵命增长 让我们真正的 摆脱世间 欲望的 这个捆绑 阿们 魔鬼的诱惑 让我们活出你的 心香之气 让我们能自行 可以 让我们 变成你真正的师徒 活在你 荣耀的国度里 阿们 当下就获得永生 知道的永远 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 共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又聚在一起 阿们 跟上牧师给我们讲说 你的话语 说我们真的知道 知道点话语 你们有点道理 是说什么 和其一地的事 阿们 你的角度行 把我们的生命活得越来越像你 阿们 我若没有你在我们的里面做工 靠我们 我们是不论如此做不到的 我们一定会谈谈 谈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你造的 是你做的土做的人 是 没有圣明带领我们 我们不论我们是做不到的 是 你带领我们众帝族的前面的表步 带领我们行在你的子弟中 阿们 能活得越来越像你 谢谢我们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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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每一个需要当作的开始 阿们 阿们 要践行我们主伟大的爱 阿们 阿们 最终使我们整个人类 进入了我很爱的天堂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耶稣们在美 让我们仰望你的实相 再来看到主 你是爱我 为我实己 阿们 主要 若不是你实际上的爱的疾病 没有一个人能够放下这个世界来跟随你 阿们 主要 要你的爱在这交惯在我们心里面 阿们 看到你用永远的爱 爱我们 阿们 因为你在创世以前 就拯选了我们 阿们 圣灵在引导我们 在母夫的时候就伏辟了我们 阿们 让我们一步一步认识你 重生可救 罪得赦免 是的 是你夫招 我们若不是你夫招 没有一个人能走得上街道 荣耀的实价的道理 阿们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个荣耀的福分 阿们 你使用我们 玫瑰的同学 在做的 在献上的 主啊 让我们在这有限的余生 正为成为一个活祭 现在的祭坛上 为了焚烧 发出你的荣光 发出你的大力 阿们 被你说悦网 是的 使用每位敌人之辈 特别为赵物师 真的听到他美好的见证 他是你手手做的功 所以你说拣选贵宗的性命 阿们 因为他信而顺服 祝你继续引导你的仆人 特别在前面这个新的教会 不养的事工 你自己使用你的仆人 成为你的话语能力 生命的出口 阿们 继续带领你的仆人 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我们就来一同午餐 哈利路亚 世母好当今